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液体和气体统合成为流体 那么我们给流体下一个定义 流体是指在浅向力作用下连续变形的物质 研究流体宏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称作流体力学 它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有着极其广泛 且举足群众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一个 与流体力学没有或多或少联系的科技部门 航空工业和造船工业中的许多基本问题 如飞机及舰船的外形设计 操纵性 稳定性等等 都是流体力学的研究课题 在爆炸与冲击的研究中 流体力学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高技术武器与常规武器的设计和效应评估 工程爆破和爆炸加工等 均以流体力学为主要学科基础 并且形成了以气体动力学为主体的爆炸力学 流体力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流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预计流体在静止或运动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那么流体具有许多与固体不同的物理性质 如一流性 粘性和可压缩性等 那么这一讲 我们重点来介绍流体质点与联系性假设的内容 流体作为一种常见的物体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水 油 血液 空气等等 那么我们怎么来研究流体的运动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在空间坐标中 我们选定一个体积为ΔV的一小块流体 其内部流体的质量即为ΔM 那么流体的密度用什么表示呢 根据我们高等数学中的知识 我们知道 这一小块流体的平均密度 可以用一个极限表达式来表示 也就是ΔM与ΔV的比值 当ΔV趋于0时的极限值 那么我们看 这个值随着体积的变化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途中我们可以想象 由于流体它是不均匀的 那么随着这个体积ΔV的变化 它的密度值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当这个体积减小到一定程度以后 其内部的流体相对比较均匀 那么这个密度就趋于一个稳定的值 如果这个体积再进一步缩小 我们想象 当小于某一个特征体积 ΔV一撇的时候 那么这个密度值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当体积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比如说体积的减小 可以和分子的尺寸差不多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小体积当中 有分子进出时 就会显著地影响到 体积内部的分子数量 相应的也会显著地影响到 这个小体积内部分子的质量 因此它的密度会出现了波动 那么这个Δ小体积 表现出了一个分子的特性 因此呢 我们就将这个特征体积ΔV一撇内 所包含的所有的流体分子 统称为流体质点 那么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 我们来看看 流体质点有什么特点呢 在体积ΔV减小的过程中 密度有一段时间是保持着基本不变的 也就是说 在此状态下 大量流体分子 维持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果 因此流体质点中 含有大量的流体分子 此外 流体的体积 从ΔV逐渐减小 在小到一定程度以后 流体才基本保持均匀 其密度呢 才既能保持不变 因此 我们说流体质点 有一个显入的特点 那就是既大又小 这里的大 表示流体质点内部 包含有大量的流体分子 而小 表示流体的体积很小 有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几何点来看待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那个极限的公式 从数学上来看 流体的体积ΔV是区域0的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 在物理上来看 当ΔV区域0的时候 流体的密度 不再保持一个稳定的值 所以ΔV应该是区域 这个特整体积ΔV匹 相应的 流体质点的其他参数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表示 比如压力 速度等等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这些宏观的物理量 是大量流体分子 共同作用的结果 和某一个单个流体分子的参数 有所区别 有了流体质点的概念 我们处理流体流动问题 就比较方便 通过中学物理的学习 我们知道 物质由分子和原子做成 而分子与分子之间 是有间隙的 流体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 流体分子与流体分子之间 也是有一定间隙的 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就是说 流体分子在空间的分布 是不连续的 此外 流体分子的物理量 如分子热移动的速度 具有随机性 在时间上 也是不连续的 就是说流体内的流体分子 在空间上和时间上 都是不连续的 但是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或者说 我们关注的重点 不是微观上的单个的流体分子 而是宏观上 流体的物理性质 是大量流体分子的一个统计平均特性 前面讲过 流体质点 就是由大量流体分子组成的 而且表现出稳定的宏观特性 那么 如果我们以流体质点作为研究对象 则整个流场 就可以看作是由连续分布的流体质点组成的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引入连续性假设的概念 连续性假设认为 流体是由连续分布的流体质点组成 每一个流体质点 都包含有足够多的分子 因而 在每一个质点 所包含的微圆体积中 分子的各种统计平均值 都有确定的含义 而这些统计平均值 就表现为 该微观小区域内流体的宏观特性 如密度 速度 压强和温度 等等 根据连续性假设 液体 气体 和处于液态的固体 都属于连续介质 这样 以连续函数为基础的数学工具 便得以运用 同时 我们也不必去考虑 无数分子的损失状态 而主要折远于 流体的宏观特性 那么 什么样的流场 才能满足上述连续性假设呢 我们又是怎么来判断呢 通常 我们采用克努森数来判断 克努森数定义为 分子的平均自由成 与流体当中物体的特征尺寸的比值 它与气体的比热比 马赫数 及雷诺数有关 而这个参数 反映了流体分子的相对密集程度 一般在研究外部流动时 在工程上通常规定 若克努森数小于0.01 则气体满足连续性假设 若克努森数大于等于0.01 应把气体当作离散的置点集合来处理 例如导弹在150公里高空飞行时 那里的分子平均自由成约3米 在这种情况下 空气便不能当作联系介质来处理 它应该属于西波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范畴 这一讲 我们主要介绍了流体质点的概念 和联系假设的内容 其中流体质点的特点是既大又小 包含有大量的流体分子 而体积非常小 这讲内容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